請問一下如果說這幾個地方 我們這樣來看的話 臺北當然一定是重中之重 這幾天蔣灣有一個照片的畫面 因為我記得這根 秦姐上次有講說 就是他適合喝咖啡 你有提到說大家不要把那個 就是斷章取義 你不是說他沒有辦法去吃 那個路邊攤或什麼 就這兩天又有人拿路邊攤 我先看一下 真好 是那個嗎 對就這張照片 蔣灣去吃路邊攤的照片 然後有人說蔣灣好像很嫌棄 這個路邊攤 這個很好這家很好吃喔 這家很好吃 在大撈城的廟口 這個很好吃 可是我聽說你怎麼看出他很嫌棄 不是 我坦白講講這也是 我必要講講這句話也是 我也不能講這句話的人無聊 因為他也被位高權重 是大前輩我也不敢講 講這句話就比較沒有意思 但是可以對比 我坦白講 我覺得陳松排行程 真的還是厲害 為什麼 現在很多人笑他說 喜歡喝酒愛乾杯 他也不跟你囉嗦 我就直接去酒吧 去酒吧跟前前的互動 而且去同治酒吧 民進黨的基本盤 因為民進黨推動婚姻平權 推動很多年 然後就會有這樣的照片 對不對 那跟蔣灣 就是這是距離感 就是說蔣灣很努力的 這個吃小吃的平民 希望塑造他也是個普通人的形象 他不是貴公子 對可是他就是貴公子 就沒辦法了 人家都已經去吃那個 你為什麼要講他 他不是跟你我吃的有什麼不一樣 不是貴公子 為什麼我在賺通告費 然後選臺北市長 你也要去選中和的 北市議員 我在開玩笑 我意思就是說 條條大陸通羅馬 可是有的人一出生 就住在羅馬 有人在羅馬走 羅馬的頂樓 那他當然很努力 我沒有說不好 我只是說 陳中真的很厲害 就是他們在處理 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部分是自嘲 一部分酒吧 精選過法 是這個類似同志的酒吧 在提醒臺北的年輕人 對不對 他在做這個婚姻平權 民進黨是有努力的 這是一塊 另外一塊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在處理 臺北市選擇 我覺得我不是說他迷失方向 可是他選擇一個 我認為不是太正確的路 就是他用政治 處理臺北市的選擇 簡單講說大家都說 蔣萬太軟 沒有攻擊性 然後蔣萬就開始挑戰 什麼什麼三加十一資料 封村 可能佛東亞零一百歲 等等 這是政治在處理 可是我原本以為 民進黨在推出陳時中的時候 他會很政治的 來處理這樣的選戰 因為這也是民進黨很擅長的 可是我發現陳時中 竟然是很政策的 在處理臺北市選戰 有沒有內湖交通 他是很具體的給出 第一年做到哪裡 第二年做到哪裡 第五年 第六年做到哪裡 他甚至連哪個交流道的路口 要打通他都講清楚了 從哪裡打通到哪裡 還有讀跟第四前四年多少比例 八年多少比例 還有大劇端 就是說陳時中滿認真的 用政策在處理臺北市選戰 發現結果會發生什麼事情 最近一分民調 應該是民進黨自己內 國民黨自己內部放的 港湖陳時中第一名 你覺得跟他講那個內湖交通有關係嗎 我認為有 我認為有 在對每一個內湖人講交通問題 內湖人都有感 這是我們大家大概都算半個內湖人 是啊 坦白講 我們工作都在內湖 對生活 就我們變成是說 上下班都會經貴 我們大概都算半 很有感嘛 誰敢說沒有感的 我坦白講 那第二件事情是你十成都壓了 對於一個候選人來說 因為他不是現任的執政者 候選人能做的最好的旗幣 就是提出方案壓時間 你十成都壓了 我假設是內湖人 我給你機會 一年沒做什麼 我罵你 兩年沒做到你原本做 我罵你 四年沒做我換你嘛 你還連十成都壓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還是有感 所以回過來喊蔣萬安 我真的認為蔣萬安在政策 市政方面要更精細 我單純講內湖交通 你拿蔣萬安講的三點 什麼大數據分析時間 然後增加連外捷運 然後拓寬連外道路 那個申論題就是給 假設是考申論題 你就是拿二十分三十分的嘛 只寫該賴嘛 可是陳松是真的是 按部九百點那個申論題 不敢說一百分八十分總有啦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建議蔣萬安 多跟臺北市議員合作 包含對不對 最資深的最厲害的 每一個地區都有每一個地區 專屬的市政問題 而且我相信這些議員辦公室裡面 的政策助理的電腦裡面 都有解放 這些東西弄一弄 把政策弄好再談政治 我覺得對講話是相對比較誤會的